以自由廣場表達反核廢核訴求 柯一鎮說 他們將匯集各方力量 讓政府不敢忽視 歌手陳明璋也到場演唱 用歌曲替反核民眾加油打氣 唱著流浪到淡水 歌手陳明璋自彈自唱 要幫來到自由廣場的反核民眾加油打氣 而發起號召的是他 知名導演 柯一鎮 我們這個雪球 就是要讓它越滾越大 讓政府不能忽視民眾的力量 我們是用溫柔而堅定的 意志在做這個事情 他不會停 從309反核大遊行之後 導演柯一鎮發起 每週五晚間六點 一起聚集到自由廣場前 柔性的靜坐抗爭 直到政府停建核四 前來聲援的導演 還有他鄧安寧 像我們今天就 強迫了很多人來 然後很多人來了以後 我們跟他聊一聊 他才真正瞭解 我們為什麼這麼無聊 他們本來是覺得我們是吃飽沒水幹 可是我慢慢解釋給他聽 所有的美感 然後所有關於公投的 那個固定的有缺失的陷阱在哪裡 然後核一二三四所有的問題 三 三 四 七 六 核定王爺 在靜坐開始之前 導演柯一鎮也跟其他人一起做反核操 知名作家小野 原住民歌手 甚至是演員 都吸加代券前來參與 希望用行動喚醒政府 聽聽人民的心聲 記者彭博勳 台北報導